好,我们来看一下谁要练习,化简下列各式 第一个,负8x乘以负4 我们先来算数字的部分 负8乘以负4,负负得正 8,4,32 接着再乘以x 所以32乘以x就减计为32x 接着我们看第二题 这个呢,5分之3乘以负x 这个负x是负1乘以x的意思 所以我就可以先算这5分之3乘以负1 就是负的5分之3 接着再乘以x 所以就可以减计为负5分之3倍的x 接着呢,第三小题 负5x乘以1.4 负5x就是负5乘以x的意思 再乘以1.4 我把后面这两个用交换率交换 所以呢,就会等于负5先乘以1.4 再乘以x 那负5乘以1.4就是负7啊 然后再乘以x 所以就减计成负7x 所以就减计成负7x